哥林多前书 第一章 基督是他们的主 也是我们的主 愿恩惠平安 从神我们的父 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 我常为你们感谢我的神 因神在基督耶稣里所赐给你们的恩惠 又因你们在祂里面凡事富足 口才知识都全备 正如我为基督做的见证 在你们心里得以赐福的 以及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 以至你们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的 等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现 他也必兼顾你们到底 叫你们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日子无可责备 神是信实的 你们原是被他所招 好与他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得分 弟兄们 我借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 劝你们都说一样的话 你们中间也不可分党 只要一心一意彼此相合 因为格莱士家里的人曾对我提起弟兄们来 说你们中间有纷争 我的意思就是 你们个人说 我是属保罗的 我是属亚波罗的 我是属基法的 我是属基督的 基督是分开的吗 保罗为你们订了十字架吗 你们是奉保罗的名受了喜吗 我感谢神 除了基利私部并该有以外 我没有给你们一个人施喜 免得有人说 你们是奉我的名受喜 我也给斯提反加施过喜 此外给别人施喜没有 我却记不清 基督差遣我 原不是为施喜 乃是为传福音 并不用智慧的言语 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 因为十字架的道理 在那灭亡的人为余浊 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 就如经上所记 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 废弃聪聪明人的聪明 智慧人在哪里 文士在哪里 这世上的辩识在哪里 神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余浊吗 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 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余浊的道理拯救那些新的人 这就是神的智慧了 犹太人是要神起 西利尼人是求智慧 我们却是传定十字架的基督 在犹太人为绊脚石 在外邦人为余浊 但在那蒙昭的 无论是犹太人 西利尼人 基督总为神的能力 神的智慧 因神的余浊总比人智慧 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 弟兄们啊 可见你们蒙昭的 按着肉体 有智慧的不多 有能力的不多 有尊贵的也不多 神却拣选了世上余浊的 叫有智慧的羞愧 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 叫那强壮的羞愧 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 被人厌恶的 以及那无有的 为要废掉那有的 使一切有血气的 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 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 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 公义 圣洁 救赎 如经上所记 夸口的当智着主夸口